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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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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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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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且这个价格才23块钱 怎么好使 这个我要拿回家用 好 紧紧的第二个产品 第二款产品就是我现在手上这一款 全自动除静电手环 只要128块钱 好贵 这款手环外表非常像一个电子手表 外面就是那种塑料做的那种手皮带 但是据说它的好评还蛮多的 我戴在手上的时候 它就能去除距离它50cm以内的静电 只要有静电会有红灯亮起 现在咱们做实验 往自己身上产生静电 好 现在这边我有静电了是吧 然后呢 现在咱们戴上这个手表 然后再看一下 我现在还有没有电 我才戴了不到5秒钟 再试一下脱衣服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静电产生 哇 灯在亮 灯真的在亮 看到没有 我感觉我在跟这个手表在动争 我在产静电它在内消静电 真的一点点都没有 哇 天哪 这么好使吗 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128块钱也是蛮值的 还蛮OK的我觉得 我觉得这款产品真的蛮好的 好 紧接下来第三款产品 就是这款产品 就是这款产品 美顿帮防静电喷目 80毫升 29块9 来 顺比试 咱们赶紧测试 往自己身上产静电 好 赶紧测试 好 咱们有静电是吧 用这个喷雾 喷我的手 看一下那个气球会不会掉 如果掉下来的话 就证明咱们晶电只能能出去 啊 啊 这 这么好使吗 我就喷了一下 就再也不惨晶电了 我喷一下自己身上看一下 脱毛衣会不会有那个晶电 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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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脱一下衣服 滑杯还有静电 好了我觉得差不多了 来 没有 真的没有 看一下用戏什么 真的没有 我现在心情蛮不好的 想拿一样产品来吐槽一下 结果三样产品都那么好吃 总结一下吧 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吐槽产品 说实话 就刚刚真的是我亲身体验 我真的没有说一句谎话 真的是用完这三款产品之后 真的能除去静电 我觉得这款衣服静电除尘器 适合在家里用 这款全自动除静电的手环 贵是它的缺点 但是戴上身上 你随时随地都能除静电 这两款说实话 能当下除静电 但是按长久之地的话 我还是推荐大家买这个手环 虽然说贵了一点 好了 这期节目到这里了 希望我推荐这三款 这么好用的除静电产品 都能用上 然后这款 这个手表我就带回家用了 然后其他的 你们随便拿 分明里面拿不到 好了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